天下第一高手燕北飞的儿子燕姑红 长大之后化名白云 成为了风流房的一名顶尖杀手 他乔装打扮进入白沙堡 必要刺杀白沙堡的宝主白天岩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白云发现白天岩非常小心谨慎 身边一直跟着两个武功一流的护院 让白云根本没有机会下手 并且白天岩特别喜欢请客 每次都要显摆他谦卑不醉的酒量 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示好 正当白云找不出破绽时 白天岩自己把破绽送上了门来 原来白天岩所谓的谦卑不醉 根本就是借口来到后院 通过抠嗓子的方式 将酒水全都吐了出去 白云发现这个秘密只有总管知道 就连两个武功一流的护院 这段时间也不会跟在白天岩的身边 显然这就是下手的最佳时机 于是白云埋伏在白天岩的必经之路上 眼见白天岩进入早已射下的陷阱 白云立马射出一支火箭 点燃了地上的高浓度烈酒 顿时熊熊大火将白天岩团团围住 白云趁机手持长剑从天而降 对白天岩展开了刺杀 白天岩瞬间酒醒了大半 阎王与白云交起手来 奈何白天岩膳使霸王刀 如今手无寸铁战力折损 再加上满度烈酒投晕目眩 根本不是白云的对手 被白云抓住时机打的口吐烈酒 白云完成任务正要离开 却发现一个女人目睹了一切 身为杀手不能被人看见真容 白云本想杀人灭口 却见这女人的眼神 像极了自己的母亲楚心如 犹豫在三后白云还是放过了女人 始终就包不住火 星小月很快得知了此事 来到书屋找到了白云 要是有人认得出你 不出三天 所有的仇人都会找上门来 白云知道事情一旦败露 整个风流房都将遭受灭顶之灾 所以再次回到了白沙堡 杀死了看管女人的守卫 准备杀了女人以绝后患 女人似乎预料到白云会来 脸上却没有丝毫惊慌之色 女人叫做莫仇 她似乎对生活失去了希望 让白云不用内疚赶紧杀了她 白云不忍下手要放了莫仇 莫仇却自己往剑上撞去 受了轻伤晕倒了过去 白云心中十分诧异 带着莫仇离开了白沙堡 像她的老爹燕北非一样 替莫仇上药止血 而就在这时 星小月派出的常欢到来 要帮白云杀了莫仇灭口 难怪你要救她 她的确长得很漂亮 可惜 她马上就要死了 我不想让她死 只要她死了 大姐才会开心 常欢执意要杀了莫仇 与白云交起手来 常欢是五人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同时也是武功最低的一个 当然不是白云的对手 曜苏小月 我会向她解释 白云成功赶走常欢后 继续查看起了莫仇的情况 莫仇醒来叫着初阳的名字 请求白云带她去找初阳 原来初阳是莫仇的儿子 一心求死的莫仇将初阳 偷付给了一对老夫妇 临死前 莫仇又突然想要见一见初阳 白云看出莫仇舍不得初阳 于是给了老夫妇三百两银票 带着莫仇和初阳离开 将两人安排在了一座木屋 随后的一段时间 白云和莫仇相处融洽 渐渐的都喜欢上了对方 新小月喜欢白云 她不能忍受白云继续堕落下去 所以派遣常欢之走了白云 自己则是带着点心找到莫仇 话里话外说出白云因为莫仇 而忽视了自己这个从小到大的大姐 随后新小月将有毒的点心 递给了懵懂无知的初阳 尝尝姑姑做的点心吗 我要吃 你想吃我再给你做 这是我送给他们吃 我就吃这个 艾云吃掉了所有有毒的点心 替莫仇和初阳挡下一劫 紧接着把新小月带出了木屋 希望她能够放过莫仇母子 陆游你写 我只想知道 你还为我们风流坊干事吗 放心吧 我是风流坊的人 既然这样 我可以放过他们母子 将来你会后悔的 我可以放过去 好